失能 失智 很多 其實面臨這個老化 我想每一個人 或是每一個組織 可能都要去思考 怎麼去因應 事實上我們現在在推 很多的西藥居家的藥室服務 我們去看他家裡的用藥狀況 我們發現有些藥 他可能有些藥固定都沒吃 我們也會去了解 為什麼他會沒有吃這些藥 那甚至其實民眾 他除了在醫院領的這些藥以外 常見他自己也會去買一些 比如說推薦的保訊食品 甚至有些會聽電台買一些藥 我們會去看他說 這些藥有沒有重複用到 重複用藥的部分 海北市目前有將近100位的藥師 投入了家庭藥師計畫 總共服務210戶家庭 從雲端藥力了解 長者用藥的情況 而今天的這一場頒獎典禮 除了鼓勵基優的藥師人員之外 也提醒一般民眾 尤其是老人家 主要不要有重複用藥的情況